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SHIN的开箱视频 这是我第一次在SHIN家买东西 感觉他们家商品的选择真的超级多 有人说SHIN是英文版的淘宝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国外用过淘宝的人 平时网购的话呢 基本上是买一些比较熟悉的北美这边的品牌 但是呢因为SHIN这两年实在是太火了 所以呢最近我就忍不住好奇就下了一单 我看到别人对他们家东西的评价呢 也是比较两极化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试水有没有成功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边拆边试穿 看我这次有没有淘宝宝 我这次收到的每一件衣服呢 都是用这样一个Zipper bag装着 这袋子我觉得可以服用 尤其是去水边的时候 当防水袋很实用 这件呢是一个吊带背心 我选了一个牛油果绿 我觉得这个颜色看起来还蛮柔和的 它胸前是带了这样的褶皱 然后后面呢是松紧 我觉得它的做工还不错诶 走线挺整齐的 然后也没有多余的线头 面料是这种绸缎的面料 稍微有点光泽感 这一件我感觉我会喜欢 我觉得上身效果还不错诶 我选了S码大小刚好 肩带这里呢它是稍微有点松 不过把下边这里拉紧一点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它腋下剪裁蛮好的 就比较能修饰妇乳 这件我觉得挺百搭的 就很适合穿高腰的裤子啊 还有裙子 然后穿在里面打底的话 胸前褶皱的这个部位露出来 也是挺有亮点的 喜欢 这件呢是一个小背心 我觉得它很有设计感 不过它的面料真的好薄啊 而且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 但是呢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应该也能穿 这件背心呢它是一个crop的设计 比较短 所以我下身穿了一条高腰裤 然后它有好几个配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耐看的 而且也比较适合秋冬打底 下身穿这三个颜色中的 任意一个颜色跟它搭呢 看起来就很时尚 然后这三块布料的接份 是露在外面的 布料虽然比较薄 但是呢也不透 而且有弹性 穿着也非常的舒服 这件我很喜欢 这顶帽子呢 我本来以为会跟这件上衣很搭 但是呢 实物有一点色差 我本来以为它上面条纹 是类似这种棕色的 实物呢 看上去有点像草绿色 我现在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 戴它呢 我觉得就还蛮好看的 上面呢 稍微有一点点大 但是呢 没关系 比较舒服 帽颜呢 也比较宽 就比较遮阳 这顶帽子呢 我会留着 这顶帽子呢 是一个男款的 是买给我老公的 我觉得它跟图片上 也是有色差 图片上呢 应该是一个卡其色 实物呢 颜色就要浅很多 我戴的话 就会比较大 再不戴的话 应该还可以 接下来呢 我想是这件 它是一个短袖的针织衫 颜色好漂亮 它是一个泛黄的奶油色 手感摸起来也非常好 但是呢 我担心这种毛线 洗过水之后 它可能会stretch 可能就是会变得很大 这是上衣效果 我觉得颜色看起来 非常的温柔 剪裁呢 也很合身 长度也刚刚好 在我肚脐这里 就不用担心会漏肉 然后这个毛线呢 非常的软糯 贴身穿很舒服 这件我觉得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穿 天气再冷一点的话呢 可以在里边打底 唯一希望呢 就是它洗过水之后 不要变形 接下来我们来试 两条裙子吧 我也是非常期待 它们的删身效果 那先来看红色的这一条 我觉得它的颜色 比图片看起来 那要更鲜艳一些 不过这个红色 配白色小碎花 也蛮好看的 然后呢 它是一个吊带裙 面料呢 是比较偏薄的 但是呢 手感还可以 然后我看review 大家普遍都说 它比较偏大 所以呢 我就选了一个最小号 然后去试一下 它拉链做工不是很好 就会有点卡 这件装裙之后呢 发现它的面料 是有点弹性的 穿在身上很舒服 然后它的肩带呢 是可以调节的 剪裁的话 我觉得胸部这里 对我来说是有点大了 我穿上呢 就有点空杯的感觉 可能需要穿 有胸垫的内衣 或者尚围更丰满的女生穿 也比较合适 腰这里呢 非常合适 然后后边看起来 也是蛮显身材的 然后这边的开叉呢 也没有很夸张 总体来这件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它的面料还有图案 我觉得非常适合 度假的时候穿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它的剪裁 还有做工 所以这件 我可能要再考虑一下 最近觉得这种颜色 很好看 它面料感觉 跟这条红色裙子 是一样的 然后上面的花色呢 也类似 它上面的印花 稍微看起来小一点 那因为可能 因为它用料比较多吧 所以拿在手里 更有分量感 然后它是这样的 好 那我穿在身上 再给大家看 这条裙子呢 我也是穿了最想好 我觉得后面 拉链的地方呢 这里可以再稍微紧一点点 但是呢 它前面的剪裁 就比刚才红色那条 要好很多 就非常的合适 尤其是胸前的 这块剪裁 蛮好看的 就很法式 然后泡泡袖 和前面这个小蝴蝶 那样看起来 就很有女人味 然后上面裙板呢 它是有一些 这样的荷叶边 因为这条裙子呢 增加一些垂坠感 感觉它很适合穿去野餐啊 或者去一些 比较田园的地方 所以这件呢 我觉得还算合适 可以留着 接下来这件呢 是一个条纹的T恤 它的牌子是叫Daisy 感觉是摄影的 一个副牌吧 我不太懂 它摸起来 手感还蛮好的 感觉挺有质感的 我本来以为 它是那种阴影的面料 但是它非常柔软 而且呢 还有点弹性 这件呢 我想穿出宽松一点的感觉 所以呢 是特意买大了一号 我觉得紫色和黄色条纹 看起来非常的显活力 很清新又很明亮 然后它面料呢 我觉得也很不错 一点都没有凌价感 这一件呢 我非常满意 接下来这件呢 也是一个T恤 它是oversize的 我主要是看中 它前面的这个 蝴蝶的图案 我觉得很简单 而且可以让这种 纯色的T恤衫 看起来更有趣 然后这里的文字 是写了 Become the change 就很积极 它面料呢 是有点偏薄的 但是呢 摸起来还可以 OK 去试一下 我觉得它样子呢 就是我想要的 很宽松 很舒服 然后天蓝色呢 我也很喜欢 面料呢 的确是偏薄的 但是我打算在里边 穿运动内衣 所以也不是很介意 这种oversizeT恤呢 就非常适合 搭配这种 齐形短裤穿 前面给它打个结 变短穿 也蛮好看的 这件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短裤 我选了一个白色的 想说它比较百搭 面料摸起来呢 就还蛮舒服的 今天没有特意穿 肤色的内裤 所以它面料 看起来呢 就稍微有点透 然后它的剪裁呢 就是这种宽宽大大的 不修饰身材 也不嫌瘦 但是呢 在家或者是运动的时候 随便穿穿 还是蛮舒服的 所以这条裤子呢 我想留下 接下来呢 还有几样小东西 我在他们家 买了两个鲨鱼夹 我觉得我今年 鲨鱼夹的使用频率 还蛮高的 所以就在他们家 挑两个bestseller 一个是浅金色的 一个是翠绿色的 造型呢 都很简单 做工一般 但是呢 也没有明显的掉漆啊 什么的 这两个呢 抓力都挺好的 很适合长头发 和发量比较多的人 虽然是金属的 有点重 但是呢 对头皮还算友好 这是一副太阳镜 只有六刀 买它 纯粹是出于好奇 因为它的APP上 有一万多个好评 而且有超多个颜色 可以选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黑色 来看一下 做工还可以 看不出很廉价 当然它镜片 就不是玻璃的了 它跟RIBON的 经典款V-Fi有点像 不过它镜片 更细长一些 但它还可以 没有显得我脸很大 而且它很轻 不压鼻梁 然后这两边都没有logo 我觉得如果只考虑造型的话 随便带带还是可以的 最后一样呢 就是这个手机壳 黑底 然后上面配小菊花的图案 我蛮喜欢的 但是呢 它非常薄 感觉对手机 没有什么太大的保护作用 如果你经常摔手机的话 我不建议你买 但是呢 SHIN他们家手机壳的选择 真的非常多 有很多好看的图案和款式 以上呢 就是我这次在SHIN 买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们的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 info box里边 基于它的价格 总体我觉得这次 在SHIN购物的体验还不错 大部分东西呢 都比较符合我的期待值 我觉得他们家呢 比较适合买一些款式独特 但是呢 又不是特别在意质量的东西 然后呢 也能找到一些 贵价品牌的类似款 除了衣服和饰品 我也比较好奇在SHIN 可以买到什么 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家居类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发现 可以在下面留言 推荐给我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开箱 记得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